地盘棋讲解的是一水大桥 2011年的支营会 红方是红制 黑方赵顺欣 开局是先制度对足底炮走成 那红方选择编马走法 黑方想出横距 红方不让 打一将直接隔断 黑方上马踩炮 出狙反击 红方听起三兵 就是为了将来这个棋 你吃他炮 他可以兵武精 你的狙过不来 这挺三兵的道理 现在对方直接过河 这儿的话 红方就先牵住对方弹子炮 对方只能先上马 找机会脱身 这里红方就上马拦住 不给你过去 那么对方选择花瓶溜 终于脱身了 红方也是马看住的兵 对方不能打 现在红方掌鞠 准备要吃马 黑方完全可以选择平鞠过来 先守住马 红方他最厉害去 无非就下底炮 但是你现在不敢下 因为他平炮一隔断 到这儿弹子炮挡着 你双鞠过不去 然后下出回马进枪 上马杀你抵士 而且可以踩中兵 吃炮吃马 这样的话 黑方应该否占优了 所以的话 先平鞠守力很关键 实战先回马 想急于反击 却忽略了红方平鞠 吃马这招起 这样的话 对方就有去挡 红方突然凌空弃兵 非常经典 闪击对鞠 非换不可 换完之后打着马 对方马又不敢动 所以就有电鞠 这儿一点鞠控制局势 纵观全局 对方现在能做的 就是赶快上马 因为这个马受到拖累 这儿的话 走开之后踩着鞠 吃 现在的话 另外一个马又困着鞠 所以对方痛苦 他选择是抛进了一步 试图将来有一个 打鞠之后方中抛的可能性 所以的话 红方就挡着 不让你走 黑方的话 现在就进 进的话 红方就冲 这儿的话 他就平过来准备拱马吃炮 红方索性打掉 这个用炮快马 看似有点吃亏 但其实的话 在这个局面下 确实一不好棋 到这儿以后 红方 鞠炮双马 非常灵活 那么而且中炮放着 随时底线可以威胁他 黑方到这里 右边压力很大 他选择是先把鞠拿起来 准备吃红方的中兵 红方自然是上马隔断 黑方这里呢 他想推炮 又担心人家打他边兵 所以先拱一步 找机会呢 再退 到这儿 退回之后 摆脱签制 他叫回马 踩炮踩鞠 换掉之后 想去威胁马 这儿的话 红方肯定是 不给他机会 黑方就先甩了一波炮 那红方也就挡住 到这里 黑方就平足过来 不让红方上马 红方捕食之后 黑方开始进攻 如果你上马 他也打叫得子 所以红方 先填鞠 再上马 黑方平炮 意思就是不让你上马 红方架起了中炮 意思是控制 不让你回马 如果你敢回去踩霜 僵死你 这样的话 黑方右边压力 仍然很大 黑方平足之后 红方要上马 黑方先走一招 炮二平四 到这里的话 红方暂时还是不敢上 担心这个回马之后 有一个呢 踩着鞠 你让开之后 打着马 踩着炮就吃这个马 所以临场走的是平鞠 下部就没上马 这儿的话 这个骑他退回踩着炮了 红方自然是闪开 双方到这里形成了一个循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到这儿 黑方还是想利用不变招法 把对方赶走 但红方变招了 红方没有走炮平二 而是走炮平四 把对方赶走 将来就可以马五进三 不担心你平足威胁马 将来炮可以打回来 这样的话 这个骑 对方也是之前了事 红方想把这个足抓死 黑方就趁机捞了一个石灰 到这儿的话 把兵给吃了 红方现在退回要打鞠 那黑方就平足过来 先吃一个再说 到这儿的话 这个骑啊 现在把它摁住 对方回马意思是 我要上马踩鞠 把兵踩掉 你踩就可以吃马 所以当务之急 红方要赶快 先把鞠赶走才行 顺势踩霜 这边有马 你还牵不住他 就算你牵住 跳一张鞠也没了 所以对方远离 是非之地啊 牵住他的炮 到这儿不让你马移动 红方先冲边兵 不着急 黑方的炮闪开 红方速适点炮 准备甩鞭炮 对方赶快落势 仍然甩鞭炮 这儿的话打马 那过个兵 黑方也只能交换 简化局势 到这里 红方 这个兵呀 他不要了 黑方就踩掉 反正挂脚 你可以踩掉 吃掉 是一个交换 更多吃个事 握槽的话 可以上 所以红方先把这个鞠 让开 下一步棋 跳江威胁他 那黑方赶快去防守 到这以后 红方要做一个防守 不然黑方跳马进来 挂脚握槽就厉害了 到这里提前 解围 然后的话 这个棋对方飞向 也是力求稳健 红方选择退马回来 他的目的是 将来用鞠过来 吃马吃相 黑方平鞠的意思在于 把马先赶走 红方现在不愿意 去踩相交换 而是直接闪开 这样对方归位 这儿的话 选择一个鞠过来 顺势就破一个相 不过黑方这个棋上马 有一个将军的手段 红方赶快平鞠守住 那么这样来的话 对方就难以反击 对方选择退鞠 要不后拦住 这儿回马一蹬 挤住 现在这个棋 红方右边三个子被困 左边一个鞠的话 还要防守 暂时是攻不动的 那么黑方现在进炮 找机会想放中炮 这儿红方就先出来了 黑方平足踩着鞠 让他定位 对方闪开之后呢 那这棋就守不住卧槽 黑方现在甩鞠 准备点一将 要破相 红方的话就先落相 到这儿的话 平鞠过来 那现在红方有飞这个相 黑方现在走的是炮 四平三 找机会要把这个炮 拿过来作战 现在的话 这个棋比如说 他走破三接二 打你的兵 加来就可以吃你的马炮 这儿的话 那红方就把鞠甩过来了 黑方这个时候 想威胁是威胁不到了 因为他可以有一步 加来对鞠的可能性 随时这个马就切进去了 现在他走的是炮三平二 准备迎底线 红方这个棋 选择的是冲边兵 黑方这时候就堵住 这儿红方就一死对鞠 黑方就换掉 双方到这里开始斗残局 到这里我们看到 红方是多了一个兵 多了一个像 明显是占优的 黑方的话到这里也只能苦顶 最终的这个棋 他想把这个马 然后顶住 对方的兵先骗下去 找机会兵打死 红方的话先平炮很及时 准备拍将往下冲 配合窝草马 威胁对方 那对方就上 不愿意被将军去利用 然后的话 红方就过另外一个兵了 到这儿眼看形成围困之势 黑方也是试图反击 红方现在炮退一步 因为他看住了这个势 你是没法踩势 将军出来没有用 这边还非有上马将军的手段 这儿的话 这个棋选择进一步 不让你这个马过去 红方只管平兵 黑方只好炮几柱 红方就出帅 到这儿的话上马 随时要卧槽 那么这个棋 对方现在 他就上下足老将 红方卧槽暂时没有用 他选择是兵八斤 那么这个时候 黑方也就下足 红方兵只管过平 意思是利用这个兵过来 看你是进老将还是上老将 你要是老将不下去的话 就双兵杀你 下去的话就卧槽马杀你 所以对方都质疑 应该说是进退两难 他选择回去踩兵 试图通过踩炮的方式 把他赶走 红方先拱一将 定位 你要下去就卧槽马 你要是上来的话 他必用过平 所以对方这棋也痛苦 不敢上呀 这边太危险 因为兵平坦将 回马就杀了 所以他下去安全一点 红方直接就把石给破了 这招棋更狠 对方这棋要吃掉 将来可能会进来踩炮 八角马 所以林长的话 到这里你还得推炮 一推炮这马就没了 对方眼看有狮子 他先踩炮 下一步棋找机会吃掉 再变马腿 现在红方就不要了 这招棋走的确实是潇洒 你一吃他两个兵就杀你了 这对方为了解杀只能落相 然后的话 红方炮退一步 这儿不给你吃 黑方你僵的话 他现在就进来了 这里的话 黑方下足想对杀一下 显然这个棋来不及 他认为这个炮看出事 对方暂时不敢吃 这个马还没有点位 兵也过不去 找机会一下足 就准备砍中尸杀棋 但是红方有一步回马进枪 对方这时候只好退一步 防止红方这个马 跳到右边去 到这儿的话 红方就马戚进武 此招一出 表面看似要抓你的足 其实这个棋 他是兵六平武杀棋 现在你不吃两个兵杀 非吃不可 你一吃的话 这个马后炮就杀你了 你电炮的话 就攻你一将 到这儿的话 对方也是时间问题的 你出去就平兵 你要是走向的话 他这个棋更厉害 将来这很快就杀进去了 这地方没有办法 也只能认输 那么红质获胜